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兄弟移民局 喂 今天跟大家說 移到民都不移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看報紙 有些人以為我們唱衰 你也傻的 報紙這麼多東西寫 這個世界上這麼多人 什麼時候輪到我們唱衰 我們告訴你究竟有什麼事 大家就先了解一下 沒錯 有人說有英國的BNO BNO Visa 簽證 拿走了 可以了 走吧 但他不走 為什麼? 有得走也不走 一定有個原因 讓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沒錯 五元計無廣告Pression 希望你聽出意猶 不夠意猶的 撩一下他 我們現在就幫大家撩一下 究竟撩了什麼東西出來 這位港男竟然 拿到BNO Visa 都放棄移民 奇怪 奇怪 他就說有很多理由 哎 理由只有一個 對吧 因為你不想 是不是不想呢 不是 不想 這些這麼簡單的東西 你怎麼可以拿出來跟別人說的 那究竟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知道 嗯 之前也和大家分享 喂 有啊 這些叫做內地的網紅 KOL 在微博分享 哎 我終於明白到 香港人 為什麼 這麼願意 離開香港 因為 尤其是移英 是沒有成本的 他們 何謂沒有成本 你不用投放這麼多資金過去 簡單一點 你不用給錢買簽證 不用給錢搞簽證 是吧 你用很低的成本 你就可以移民過去了 總之別人批你 你就能走 是吧 這個是香港人 很獨特的 一支柱 但是 也都有人說 你香港人 沽了一層樓 我在英國 夠你賣這麼多間 空氣大 環境夠大 各樣那樣 等等 這些問題 很多人都會去研究 其實 就是究竟 現在 我們 留在香港 有什麼好處 很多人就說 不好的 你看到香港 你就知道 有什麼不好的 而你去了英國之後 但是 這個男生 竟然 他說 他 拿了 這個叫做 BNO Visa 原先 就有一個 香港男生 他在網上 跟別人分享 更加跟別人說 當時 你知道他跟別人說 拿到BNO Visa 貴一點點 我都會走 總之拿到我就走了 即是 信念很強勁 已經 信心很足夠 一定不會突然 退台 想著 你拿到 我就走了 竟然 突然間退 幾個月後 突然間 這個男人 竟然退台 不走 更加說了 八大原因 究竟 什麼 他 什麼理由 會放棄 他就說 跟大家研究一下 大家 所以 我覺得 有幾件事 是要做好功課 幸好 他不是賣了樓 如果不是 我覺得 他也挺頭痛的 這個 男生 原來 在去年 年尾 預計 今年 秋季 看看 錶都差不多 就可以了 他就說 BNO Visa 都批了 搞定 可以了 衝天到 誰不知 在網上跟大家說 我也是不過去 究竟原因是什麼 第一件事 他說 交通費很貴 人家 什麼 交通費很貴 他怎麼樣 你打算沒錢過去 狂遊 你香港坐車不用錢嗎 去泰國 去柬埔寨 那裡便宜 神經病 便宜 不用錢 不用錢 對呀 他包機票你過去 真的 以後你都不用用錢 人生沒有錢的煩惱 沒有的 說這些 你沒有做功課 交通費很高 香港不便宜 你問我 我覺得 是不是很貴 他說 這位香港男人 用曼城去倫敦 為例 車程高達300 英鎊 二千多元港幣 他說 就算你用英國鐵路卡 就學買 阿南 化身為兒童也有半價 他就說 這兩次來回 就比香港來回 英國的機票貴 那你一定要去倫敦嗎 你在曼城 你去曼城住 你天天過倫敦嗎 別人那些已經叫做 村州過省了 對吧 你當 舉例 香港很有趣 有人說 我住 舉例 你們很多人可能住 萬哲斯特 舉例 有些人去 萬哲斯特 去諾廷漢 舉例 駕車 一個多小時 車程 很方便 一個多小時 車程 等同你在香港 港島區 入新界 都是一個多小時 兩個小時內 車程 很方便 但你說再遠 水腳一點 不是駕車 有時候駕車都未必方便 公共交通公司 麻煩 現在在說罷工 那你不是那麼容易出到去 很多人就說 唉 想想想 都不夠香港方便 香港我想這個時候 我舉例 舉例 我在旺角 我想過尖沙槌 乘地鐵 走路 走路也可以 乘的士也可以 乘巴士也可以 沒有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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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在尖東 我想過海 回港島區 就乘船 游水不行 這個不可以游水 是吧 地鐵 巴士 有很多選擇 通宵都有 很快 禮手 你去到金鐘 我想入天水圍 乘巴士 地鐵 又乘地鐵 有很多選擇 但是你說 是不是很貴呢 香港乘車 你說 我自己覺得 它那個價錢 那個價錢 是同時間掛勾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你越貴 那個車費 就越快到 通常都 比較是 你很簡單而已 你選擇巴士 走西稅 走東稅 的價錢都不同 這件事大家都明白到 對不對 你說 你想達到 你就坐的士 坐其他車 是不是 你買私家車 入油 這些都是比較貴的價錢 但是你最快到 但是在外國 這件事 你見到 他說 我打算 從曼城去倫敦 倫敦回曼城 很貴 這些人不是預料 你這樣來回 不是經常來回 你說我去倫敦看一場球 看看阿仙奴 這個業次打比 這樣 那你 就 下去一次 那你一季 都是 一季 只有兩次 是不是 那你 不是日日過 整天過 那所以 你說這些 費用是不是很昂貴 看你怎麼看 而且你自己應該是有做功課的 是不是 那你當初想著 有一樣東西 賭取 那樣說 我一定過去 現在不覺得 那原來跟人說的 車費貴 那你 很奇怪 究竟你心目中的預算 應該有多少呢 它洗費 欸 內地 內地多便宜 我們那時候 在深圳搭地鐵 好像兩元 還是三元 我忘記了 是不是 那很便宜的 那你就試試那些 是不是 你外國是貴的 但是 我現在看到 泰國的新聞 怎麼了 就覺得沒事了 我覺得 那時候叫便宜 泰國 出名便宜 三元吃碗粉 便宜 便宜都是沒有教你 即貴都會被騙的 是 我去泰國 你知道我不是因為便宜的 我真 我不是因為這些 我去到我都不是吃便宜的 你喜歡 巴提牙的生活 微爛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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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連身都爛了 爛了 未出發才爛了 這次就不興奮了 縮了 好了 第二件事 他說 這位男士說 表示 我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些什麼呢 就說 在這麼熱的情況下 搭一部熱狗巴士 還要是密封的 就說 部車焗到這樣 焗桑拿房 喂 哥仔 人家熱浪 完了 正在下大雨 開始凍 其實 我們雖然說 歐洲 地方 現在極升天氣 很熱 他們那種乾熱 跟我們 在香港那種濕 濕度高 又熱的溫度 那種感覺是不同的 當然我明白到 嘗嘗四十度 或者乾還是濕 都是辛苦 是的 我明白的 但是 那種熱是很短的 一年 我都說 我身邊有聽很多朋友說 英國 一年都不知道有沒有一個月熱 全部都是十幾二十度以下 是不是 那你這傢伙說 我可以 嘆慣冷氣 該你的地球是這樣的 沒有冷氣就不行了 我也不是每天都開冷氣 我意思是 我自己 下午又沒有開冷氣 晚上 起碼到九點後才開冷氣 就是 可能一會兒就關掉了 那他說 我搭公共交通工具 沒有冷氣 接受不了 這樣 那怎麼辦 留在香港 是不是 很難招呼你的人 人回歸一下大自然 如果你真的去外國 是不是 我覺得 你個人嘗試接觸多些大自然 是不是 那 你的身體調節 好一點 不要涼那麼多冷氣 沒有益 是不是 會很容易中風 其實 這個是真的 你涼那麼多冷氣 是不是 別人這麼冷的地方 你都去涼冷氣 你的身體 你跟我說 我異於常人 天生火雲邪神 火燭鬼 很熱辣辣的 很黑的 ok fine 但是這兩個原因 都可以導致他 覺得 嗯 我覺得是不去英國了 ok 都可以的 他呢 就講到話了 第三個point 就是說 他這位香港男人 原先以為 在英國可以容易買到合適的住所 但是 發現 他喜歡做的工種 偏培不同的城市 擔心 買樓之後難轉工 而且租樓的話 他說 比我在香港現在每月 租屋的開支 不是吧 這樣嗎 我又覺得 不一定的 兩件事要看的 就是說 你想著 嗯 他說他自己 他自己每個月 最少 如果在英國 要給五千元港幣 租樓 或者按揭 就是按揭 他說他在香港 他有樓 應該是 一元都不用的 那 因為他說他在英國 那個稅率很高的 那 因為 是 用一個 香港打工的做標準 大概是 大概十一至十二倍 又說 如果呢 在英國 沒有那些什麼 子女父母 什麼單身 照顧的稅 一定是很貴的 那 說這些 不是吧 難 我自己這樣說 首先 看回他的工作地點 工作地點 等同香港人 個個都不知道 媽媽是女人 我也想 work from home 那些人說 我最想 work from home 最好 下床都不用下 那 這樣又好嗎 其實 想一下 好啦 你說 要適當 將 那個工作 有一定距離 太遠又說 嫌不辛苦 哇 我上班下班都要時間 那些都是時間來的 等同香港人 我在港島區上班 但我住元朗 哇 我坐停車來回都沒有了兩個小時 四個小時 然後我上班八個小時 一天就十二個小時在外面 是吧 那我還有八個小時睡覺 我只有四個小時給自己洗 是吧 那你 在計這些死數 那 覺得 我買了樓 過到去買了樓之後 就很難轉工 那你個人 看你主要怎麼想 那你一 唉 這些東西 我覺得你很得 就是這些人想的東西很有趣 那外國人那怎麼辦 就是你想一下英國人 英國人 那間屋 是吧 他做的工種 個個都不同 有近有遠的 那難道別人又 嗯 我還是不住英國了 或者我不住這裡了 因為我找工作很遠 遍布全英國都是 我想做的工種 所以就不喜歡過去了 很難配合 自己遷就 你知不知自己遷就 其實 如果你選擇想近上班 就在近上班的區裡看樓 是吧 很容易的 這些 即是 將貨就價 你用自己的要求 你取的平衡點是多少 我想近上班的 那就是在近上班的地方 是吧 即是 舉例 我想近一點 那我是不是看一些 舉例 我在九龍區上班的 那我就看九龍區的租盤 是吧 你不會無端端看在 廣東南區的租盤 即是你不會想住 赤柱呀 香港仔呀 這些地區 接著我回九龍 我回荔枝國 那你真的叫做生卡拉 還是不生卡拉 其實大家都明白 這件事 他自己想不成 好了 接著 這個 這個也是藉口 不是吧 他這傢伙也挺貴的 他說 英國航空寄倉行李費 連機票費用過高 嘩 好面子呀 哥仔 你一說起錢 你好像是善材難寫 不用得花 還是你本身不夠錢呢 應該不會 你應該計劃好了 說到香港不用給租屋費 這樣 那你應該是少了些錢的 他自己說 雖然 英國部分廉航 例如 Easyjack 那些機票呢 很划算的 但是 就屬於 即是hand carry 不能記仓的情況下 他自己也分享過 他曾經由曼城 飛去維也納 一個人機票呢 就是四百多港幣 但是 如果要加三十公斤的 寄倉行李呢 就多了四倍 他就說 哼 比香港還差 飛曼谷 或者台北 嘩 我覺得這些傢伙真的很酷 如果這樣說 是不是呢 怎樣呢 你廉航就是廉航 你背你個人過去 不是幫你背行李過去 你自己也知道的 然後現在掛人家 哎喲 我在英國這樣飛很貴 都是不要過去了 那你在香港 你飛過去又不見你 是貴 一樣道理 你香港 乘車收你行李費 坐的士 又不見 不知道會不會是貴 好了 即是 可能個人的消費習慣問題 也不要緊 其實我自己覺得 每個人看你自己喜歡怎麼辦 即是有些人覺得 哎 我 我 我拿背包就行得了 我為什麼要給幾千元買一張機票 包含寄倉服務 是吧 這些東西不要益他 那我幾百元買一張機票就可以了 可以 沒有問題 你OK就可以了 但反過來 不是 我又行李拿 我買一張便宜的機票 他要收我這麼貴 那當然是 別人的規矩是這樣的 好了 嗯 這支策略主要怎麼想 那他另外說到 旅行地方選擇大減 比較容易感到悶 他人很怕悶 他指出 其實第一次如果你去過歐洲 你第一次去 是覺得會新奇有趣的 但是他說新閃感過後 很容易玩厭 很容易玩厭 不一定歐洲 亞洲也是的 不過大家叫做很近的那種距離 是不是 人家的文化差異不是很大 所以 你感覺一個叫做 很close的那種感覺 如果你去到歐洲 由於西方文化 語言 我不知道你當你通也好 不要我講不通了 人家的文化生活的質素水平 和你亞洲大部分地區 很多東西的看法都不同 所以 你說 開頭會新鮮 覺得 人是這樣的 你沒去過 你去日本也好 去韓國 我初初去韓國 都是的 嘩很過癮 然後 不是說去多一次 住多兩天 我再看看人家居住 居住環境的人 那些質素 就明白到 是不是真的 你這麼喜歡 沒什麼禮貌 都不是韓劇 那些 阿豬媽 喝你 是啊 真的 我在韓國 被阿豬媽喝過 那些大媽 那些阿叔 阿哲司 在街上劇劇 我就想想 韓國 我覺得 初初去韓國的時候 我都覺得 不是好像有些文化 不是有些水平嗎 為什麼那種感覺 這麼有趣 所以我告訴大家 人家 一會兒韓國人 走來香港 他說 我知道你們香港人 可以跳過旁邊的 那些紀律部隊 都是這樣粗的 我們看TVB 為什麼你真的看韓劇 去了解人家當地文化 不是 你很多人 都是的 你看電視劇 都是的 你看什麼 那個時候 看日劇 然後 過去日本 打卡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幼稚 也是很幼稚的人 你說這個幼稚 厲害 很多女生 就是看完之後 很喜歡那些東西 去到見什麼 不是這樣的 都不是這樣的 那些 是啊 很多時候中了一伏 但是 他覺得 如果 他說 移民英國 就變相 拉遠了 日韓台 等香港人熱門的旅行 地方 啊 不是啊 這樣也可以 嗯 有得必有失的 那你就不去 日韓台咯 那你就去歐洲 那麼多地方 啊 呃 匈牙里 意大利 啊 法國 啊 西班牙 是不是啊 還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的 啊 不是啊 亞洲地區可以去的 就是他覺得 原來移民了去英國呢 我還要飛回台灣呢 飛回日本呢 飛回韓國呢 很遠水腳的 那就更加啦 就講到說 這些叫做熱門旅遊地方 他就覺得 拉遠了 而反而 他近了一些 服務態度較差 鐵路服務欠街 罪案率高企的歐洲北非國家 那 所以呢 他就覺得 基於你要穩定呢 去一些叫做安全的地方 他 旅遊 的選擇 會少了的 嗯 亞洲現在很危險 是吧 看得到的新聞 沒有人報你就不知道 沒有人報你就到處都安全 是吧 沒有人報 沒有人報 每個人都說 要移民 是呀 去泰國了 差點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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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是吧 那更加 他就說 剛才英國生活成本很高 他剛才說過 要在英國 每個月 最少給五千元租金 或者按金 而在香港 是不需要給任何租金 因為可能是你家裡 或者你自己 那個物業 另外 可以說到 把五十個百分之七十個百分之 的薪金 就要存下來 因為 英國的稅率 是高於香港 那 就說 怕在英國工作 可以改名 叫做長期良美 經常都不夠錢 那更加 說到 如果有人跟他說 你去英國 很多人去英國 說下一代 他說 我單身J 我又沒有下一代 所以從來不會為下一代 而不需要過去 那 那 就這樣 然後 他最後 他說 原來 有什麼吸引到他 留在香港 以上那些是否真的廢話 其實我自己覺得 都不是 好啦 你說不為下一代著想 你出去見識一下 我覺得可以 為什麼 因為 你 人一輩子 一輩子 不是說 不是去柬埔債見識 在這個世界 這麼大 你說不一定是移民 移居 真是這個用移居的說法 你出去不同的環境 周遊列國 真是走遍浮遊大地 這次 那些 戰火連天的地方 你不要去 那你就見識一下這些地方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 你這個朋友 在半年前已經想過英國 但是好像沒有做過功課 現在 有Visa給你的時候 我簽證做好 才臨門一腳 我都是不過去了 原來那邊這麼卡的 那麼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我自己 其實覺得 每個地方有辣 有不辣 是吧 好像 剛才 有人 讚 之前說到 二英那些人 大讚英國 沒得頂 那樣 好過香港 你過來英國之後 你回不了頭 年輕人 試了你就回不了頭 但是 這個年輕人 告訴你 不用試了 我怕我試了 真的回不了頭 是吧 那這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 每個人看得怎麼看的 有很多東西 它是沒有去 只看了很多表面 因為這些表面的數字 或者表面去想 是很浮的 你說 居住環境 和你的工作環境 又或者你的生活成本開支 這些全部都是 自己 衡量可以 可以 你算得到 你每個月 賺多少 你出去租房 租屋多少錢 那你有沒有想過 你五千元租 你租幾大間屋 是吧 你在香港 你住一間幾大間屋 你可以別人 世界各地 提供給你的環境 是什麼 你可以享受到 你只在英國舉例 你在英國 移民到英國 你說 沒得去旅行 你只在英國 你自己從英國 有時間來玩 都有一段時間你玩 是吧 起碼 我當你平時還要上班 你要熟悉社區 你只是這些東西 都會有時間來玩 那 你說 這些是否可以拿出來講一個壞處呢 如果 其實你這麼喜歡東南亞 那你就住東南亞 不過現在可以住東南亞的選擇很少 日本 泰國 泰國沒有了 不好意思 先收回泰國沒有 台灣 韓國 新加坡 馬來西亞都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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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沒有了 對 很多人都說 那些地方不一樣 叫熱 但有些熱 熱你叫熱 冬你叫冬 別人不開冷氣的地方 你是要別人開冷氣 所以 每個人呢 背後我覺得一定是有些原因 那為什麼有些什麼原因 就是 除了 我們剛才說的 他這些講話 列出 這幾大原因 放棄了 移民英國的理由 更加說 他太多失敗例子 那這些失敗例子 你看得到而已 我又覺得 因為我自己覺得 其實他自己這樣說 他說 原來 他家人跟他研究 他就說 有些人 就用他 小孩 那些童年外遊經歷 就跟他說 就說 嘿 不是那麼好的 就是 外國生活 不是像你這樣理想的 因為 為什麼呢 原來他受到 家人的親戚 跟他說 那 最後 厲害了 這個問題 這傢伙 厲害了 他說 原來有親戚 跟他說一句說話 這個就是最後 他覺得 留在香港好像很好處的事情 你知道他講什麼嗎 有個親戚跟他說 如果你繼續選擇 留在香港生活 立即 可以給你兩萬元 還要給你一個兩房單位 你留在香港就可以了 這樣 喂 你留在香港送一層樓給你 那你移不移民英國 不移吧 先想想 原來這樣 原來有人帶你 有親戚 有個富豪親戚 跟這位男子說 只要你放棄而英 我就馬上送一個康兒單位給你 說為什麼呢 親戚就是這樣跟他說 你不要移民 你一移民 你不移民 我就送一個單位給你 你只是交管理法就可以了 那你自己想 所以是否因為這些誘因 導致他留在香港 而不移民英國 以上 剛才他說的那些事情 純粹很片面 原來最大的誘因在這裡呢 我真的不知道 其實如果沒有這個誘因 是否導致他會馬上離開香港呢 大家自己想想 大家分享一下 每個人的看法 移民英國 究竟好不好 這些是每個人的感受 你不可以因為聽完別人說 我就不過去 今集時間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說其他事情 拜拜 拜拜